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拿一瓶不包纸巾的啤酒放进去一起冷藏 30分钟后我们做一个对比实验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去做个对比实验吧 我们现在把两瓶啤酒分别倒入两个一次性杯中 我们再用温度计来量一下两杯啤酒的温度 大家看一下 现在室内温度是29度 我们先来量一下未包裹纸巾的啤酒温度 未包裹纸巾的啤酒温度是18.5度 我们再来量一下包裹纸巾的啤酒温度 包裹纸巾的啤酒温度是14度 效果很明显吧 其实原理也非常的简单 啤酒或者饮料放在冰箱内冷却 是与冰箱里的冷空气进行热量传导交换的过程 而用湿纸巾将啤酒瓶包裹起来 可以让啤酒的热量散发的更快 所以降温也就更快了 这个方法也适用于天壮的啤酒和各种饮料 另外如果想让啤酒的温度降得再快一些 可以直接将包裹好的啤酒放进冰箱的冷冻室 但是放进冷冻室一定要掌握好时间 如果超过一小时 啤酒会有爆裂的可能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妙招姐还是建议大家放在冷藏室比较好 那么赶快把这个妙招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小妙招 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